大家周一好,今天是5月31号,我是GoMarks的Jacky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关于通胀的问题 因为通胀在最近几个月非常火热 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来临就是时间问题 政府也预计通出货膨胀的比率大概是2%到3%是可控的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政府可能对于我们未来通胀的程度预判有所失误 这个是根据什么依据来判断的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问了很多我们在国内做生意的客户 他们有一些是做纺织业的,有一些是做轻工业制造业 那么从他们给我的数据显示呢 像大家穿的衣服啊 那么目前原材料价格像棉花、迪伦以及其他的什么各种化学成分 基本上已经翻倍了跟今年1月份的价格相比 比方说原来的迪伦可能是3万块钱一吨 那么现在涨到了6万块人民币一吨 所以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大 最终也会传递到我们的成品价格 那么举例来讲的话 原来在中国加工制造业、服装业 那么大家做一条短裤的成本呢 可能是35块人民币到37块 就差不多可以搞定了 但是呢,现在同样的 比方说加入了同等的莱卡棉料 那么出厂价格呢,要做到50到70人民币 比之前呢,至少上涨了50%到70 那么部分产品呢,价格已经翻倍了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塑料制品、包装制品 我们知道现在呢,大家买矿泉水啊 或者是在生活中只要用到化工化学原理的一些商品呢 那么最终呢,它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化学成分 部分呢,都是石油,还有其他的大龙商品类 所以呢,除了铁矿石,铜啊,铁啊,这些物资价格上涨比较大 那么大家可能平时不太关心啊 因为这些是国家战略性资源 是国家需要去管控的 但是呢,随着通胀的深入 那么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不管是加油啊,二手车的价格呀 还是我们以后啊,买新衣服的价格 那么都会上涨 因为在今年下半年呢,很多澳洲零售行业 或者是超市进口,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 那么物价呢,也是普遍上浮了30%以上 像东南亚这些国家呢,他们因为疫情的原因 停工停产或者是减产 那么主要的进口渠道呢,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么根据我们还是在像Kmart的高管啊 其中也有我们的客户 那么他们讲呢,在去年的时候呢 中国和澳洲签订的价格 比方说是九分钱一个磁碗 那么到现在呢,可能要上浮30%到40%的价格 所以让我们在Kmart或者是其他的店铺里面 去买一些衣食住行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罐瓢盘 那么这些价格呢,都会上涨30%以上 所以呢,在今年九月份以后 我们会发现澳大利亚的一些商品价格呢 上涨幅度非常大 所以大家如果是手里还有一些闲钱 有一些逛街的时间 那么不妨在最近几个月去囤一些耐用品 那么耐用品呢,在过去虽然大家的消费欲望降低了 一件衣服可能穿几年都不需要换 比方说一辆车开几年都OK的 但是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这些耐用品的价格呢,也会大幅上涨 所以说在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受到通胀 以及呢,澳洲最惨是输入性通胀 并且呢,澳元本身呢,是受铁王石价格影响非常大 同时呢,又受贸易影响比较严重 所以说未来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空澳元这个货币队 澳元对人民币是我认为呢,最适合我们做空的 因为现在呢,全球只有中国的建造基础制造业 是恢复的比较正常的 并且呢,大部分的原材料加工产地呢,都是要在中国完成初级加工 所以说呢,中国毕竟是产业链的上游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看到的做空澳元对人民币呢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组合,投资之一 那么资金呢,现在也是大量的流入中国的股市 产业链也开始上涨,人民币呢,也开始快速飙升 所以说呢,中长期来看的话 做空澳元对人民币上面5块钱 1比5的汇率价格呢,基本上是近期的高点了 现在呢,在4块9毛3左右附近徘徊 依旧是不错的做空价位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 澳洲未来面临的极其严重的输入型通胀 那么政府呢,可能评估不足 所以呢,作为投资者或者是大家 那么要提前做好预判和准备工作 保护大家手里的澳元资产 那么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或者是交易美国澳洲股票 以及呢,黄金大宗商品 包括铜啊,石油等产品 大家可以在GoMix进行简单的交易 一个账户呢,就可以交易全球的金融产品 获得更多资讯 欢迎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助手 微信号,感谢大家